电视剧《沿袭攻略》正在持续热播中 该剧自开播以来就保持着非常高的话题度 网友们表示一周更新8集实在是不过瘾 都希望能够有全集 近日剧情中过世有段时间的佳萍再次被提起 原来佳萍家不放心自己的外孙 让一个非亲非故的贤妃来服药 同时也为了巩固自己家族的地位 于是他们安排佳萍妹妹进了宫 佳萍有一个幼妹到了选秀年纪 想送入宫中照顾永城 据悉佳萍的妹妹就是由张嘉丁饰演的顺萍 剧中对于这个角色的叛词是 旧在樊楼赤语断君王爱情又何限 从判测来看顺萍是一个受皇帝宠爱的嫔妃 但又何限 备受君王宠爱的他却不令人羡慕 嫁给皇上成为嫔妃 并非他的初衷 其实他另有心爱之人 但又不得不入宫 从预告来看顺萍桀骜傲不逊 还要刺杀皇上 最终被傅衡给挡住了 他的下场当然非常的惨 一生爱而不得 在后宫之中深陷女人的斗争 最终惨死 据说顺萍的原形是香菲 是一位角色美人 因此他的出现对于后宫女人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据悉 剧中他跟魏英洛也会有不少的对手戏 话说你们期待张嘉妮饰演的顺萍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追剧的小伙伴 欢迎订阅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